為家的機會少我以前在叫青崗 叫現在的都市為經歐 金曲歌王 Zio王在台北原山飯店開場 飯店大樓透過燈光點上HERO字樣 520這一天 文化總會舉辦線上音樂會 串聯全台六地 邀請重量級歌手和樂團接力演出 向防疫人員加油打氣 選在2020年5月20號的這一天 那有象徵愛你愛你的 這樣的一個意義 來為這個防疫人員來加油打氣 用一個順時針的一個概念 那也象徵畫一個零 希望說我們能夠一直維持 這個零確診的這樣的一個消息 這場史無前例的線上接力一月會 從台北原山飯店出發 接著是台東鐵花村 高雄港 台中樂成宮 新竹周廳 最後回到台北總統府前廣場 強迷得以順時針方式畫出一個零 演唱卡斯包括饒舌歌手 原住民歌手 客語和台語歌手 展現台灣多元文化樣貌 而除了精采的音樂演出 文總也邀請了為防疫努力的 一線人員錄製影片 在串場橋段播出 你好我是來自宜蘭羅東聖母醫院的營廷 我是急診醫學部的主任 目前我在羅東聖母醫院擔任 急診部的第一線防疫人員 我是高鐵台中車站的站長胡里安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台灣高鐵積極配合政府各項超前部署的防疫作為 我是台灣大車隊司機張艾成 我的工作是因為職業價值 每天出門一夜前 我都會測量體溫 並用酒精全車子系消毒一次 藉由防疫人員現身講話 希望讓大家看見這些無名英雄的辛苦付出 文總也透過網路募集 百工百業的民眾 共同拍攝集氣影片 在滅火氣樂團壓軸表演時播放 串連全台灣的愛 畫出一個又一個圓圈 感謝一線人員守護台灣 期許延續零確診的防疫好成績 長廊車記者賴奇緣 台北報導